于正生和副市长沈骏等一行来到长海医院 看望灾区来户伤员 慰问医务人员和志愿者 在病榻前 市领导辅身与伤员交谈 关切询问他们家里的受灾情况 在上海生活习惯不习惯 叮嘱他们安心养伤 早日康复 谢谢港中央 谢谢总书记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刚才在那边说了 我们上海最困难 三年困难时期 上海的孤儿是内蒙人民给养大 现在上海发展了 应该回报大家了 所以我们帮助你们是回报全国 感谢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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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上海市民好 来过上海没有啊 没有 第一次 第一次 感谢您好 我们上海的人民 灾行人民的资深呢 因为资深的关系和照顾 他们的一个人呢 对我们的轻轻地照料 感谢您好 咱们都是按照党中央 按照胡总书记 温总理的要求办的 我们也是按照总书记总理的要求办的 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上海人民要求我们这么办 大家都非常关注灾区的人民 这么多天 上海的上上下下 天天看电视 所以你们的痛苦呢 也是我们做的 我们的痛苦 大家是心连心的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所以你就安心养病 把上海当成你的家 上海人民当成你的亲人 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 好不好 祝你早日康复啊 在病床边 有许多志愿者细心照顾着伤员 地震中被救的北川中学高一学生严丹 正在长海医院接受治疗 他也主动当起了志愿者 帮助照顾一位孤老伤员 余正生与他亲切交谈 余正生说 在中央统一部署下 全国人民 上海人民正在全力支援灾区重建家园 相信你的家乡会变得更加美丽 北川中学也一定会建设得更好 在瑞金医院 市领导查看了医院特赦的商品员家属宿舍 余正生对家属们说 医院会安排最好的大夫 医治你们的家人 请大家放心 在病房 余正生一一看望了商品员 叮嘱他们安心养上 他说 上海会全力帮助灾区重建 总书记总理都非常关心你们 现在关心是你们家乡的重建 和动员全国的力量支持你们家乡重建 将来你们家乡会比过去更好 要对口支援一个县 上海要帮助这个县比过去建的更好 在医院查看时 余正生等亲切被问了 从灾区返回的部分医疗救援人员和其他医务人员 对大家的亲切劳动表示感谢 他希望医务人员把灾区商定员当亲人 医治好他们的伤痛 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余正生还来到宝钢1550冷闸暗号采图机组 与工人们亲切握手 勉励大家坚守岗位 为灾区重建做出贡献 根据中央要求 上海要援建灾区10万套临时过渡安置房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承担了安置房所需钢板的生产任务 为了支援灾区 宝钢停止了一切非紧急的市场订单 开足马力加紧生产 下午 韩正和副市长 沈小明一醒 首先来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亲切看望正在这里治疗的灾区受伤孩子 便给他们烧去了儿童节礼物 来自免主金花镇的9岁女孩梁瑞娟 在学校废墟中备买6小时和获救 韩正弯下腰轻轻拍着她说 到家了 上海就是你的家 在孩子们的病床前 韩正俯架身去安慰他们 问他们想吃什么 是不是想吃点辣 韩正告诉孩子们的家长 一切都过去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们 这些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 她叮嘱医务人员 灾区的孩子也是上海的孩子 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早日康复 安抚他们受伤的心灵 同时一定要安排好孩子亲属的生活 在长征医院来自卧龙自然保护区的38岁职工 石林海在病床上拉着韩正的手 把市政府发给他的慰问金交给市长说 请把他捐到卧龙帮助那里的孩子 韩正说 我们一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在华东医院爱心病房 韩正看望了来自彭州 都江燕 汶川 年主等地的商员和他们的家属 她说 有什么要求一定要告诉我们 大家放心 上海会尽全力治疗商员 帮助大家早日重建家园 她还与医护人员一一握手 衷心感谢大家的望我付出 关照大家要多注意休息 下午 燕一璀和副市长胡言兆一行 首先来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为让商员们安心养病 医院批出了专门的病区 在藏族姑娘着马的床前 燕一璀关切地询问她是否有家人陪伴 家人是否都已安顿好 燕一璀说 上海全市人民都很关心你们 到了上海就是回到了家 在华山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病床前挂上了祝福平安的五彩纸贺 刚刚做完全身检查的陈盈春动情地说 上海人真好 当得知她是卧龙一所中学的老师 在地震中坚持营救学生 全班学生无人死亡后 燕一璀表示 你对学生这么好 我们一定会尽力救治 在第十人民医院 胸腰部都有骨折的16岁女孩张姓玲说 待她康复后要看一看大上海的风景 并邀请大家今后到重建后的家乡去做客 一一嘴对她说 你很坚强乐观 相信上海的叔叔阿姨 你好了 一定带你好好看看上海 记者吴中伟 余志平 黄丰佳报道